当年在湖南长沙 只要提起文烈宏文三爷 那人们是文风丧胆的 这文烈宏到底有多大本事呢 咱们从头来说 这文烈宏啊 1969年12月出生 因为在家里边呢 排行老三 小时候呢 大家就都跟他叫文三芽子 这是湖南的一个当地方言啊 一个特色的叫法 在长沙市望城区 乔义镇民福村 有那么一片田地 还有一片山林 在这片田地和山林之前 有一个特别显眼的大院子 里面呢 种着不同的植被啊 里边各种各样的名树名花 可不少呢 大院门前都铺上了大理石了 各位 您说您谁家奢侈到院子门口都铺大理石啊 客厅里边铺大理石都嫌贵 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地方 还修了一个亭台楼阁的院子 虽然是在农村 但是这个院子啊 就让人感觉是土豪味十足 这院子的主人就是文烈宏 1997年 当时文烈宏啊 通过承包工程赚了点小钱了 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什么是打排酒 什么是打麻将啊 这时候的他就开始发现 哎 我要是通过出老千挣钱 那可比干工程来的快多了呀 就在这一年 文烈宏啊 在家里边跟同村村民赌博的时候 因为他出老千 人跟他没完呢 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随后呢 文烈宏就把他姐夫就叫过来了 他姐夫呢 又叫来了几个人 过来之后 对着人这村民是大打出手 导致一名村民的头部严重受伤 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之后 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命是捡回来了 但是呢 因为当时打得太厉害了啊 所以啊 好了之后 这脑袋一直疼 疼得活不了的那种疼 两年之后 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折磨了 这名村民最终服毒自杀 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得知出事以后啊 文烈宏一开始 心里边也不踏实 忐忑不安的 就怕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 也怕受到死者家属的报复 可过了这么几天 哎 也没人打击报复我呀 甚至医药费我也没赔啊 文烈宏内心就开始膨胀了 看吧 这年头 看的就是谁狠 也比你狠 啊 我就能比你过上好日子 我就欺负你 我欺负死你 他呢 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恶一点 狠一点 就能打出自己的江湖地位 在这之后 文烈宏算是壮了胆了 开始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 当然文烈宏除了在赌桌上自己出老千挣钱之外 还通过排局抽水啊 放高利贷啊 非法获利 在长沙赌博的这个圈子里 文烈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现金王 在他开设的赌场里边啊 所有参赌人员不用带着现金 由他提供筹码 从中呢 按百分之五抽头余力 排局结束之后 赢的人呢 直接拿着筹码换现金 输的人呢 只用给他打个借条 五天到七天不计利息 逾期了 那可就是高额的利息了 这是他的一整套盈利的手段和流程 随着越干越大 别说他自己赌钱挣的多挣的少 也不说高利贷挣多少钱 就没厂下来那抽水费 就抽的那个提点啊 就有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 随着赌博生意越做越大 钱也越来越多 文烈宏啊 也不满足了 不行 我得干大买卖啊 我得当大老板 干脆就以他外甥的名义 专门成立了望城石湖施工工程有限公司 还从楼底槐化等全省各地招揽了一批麻仔 这些麻仔干什么用的呢 不是有人跟他借高利贷吗 这些人就是收账的 文烈宏就跟他们说过 我借出去的钱 你们要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的全部给我收回来 除此之外 不仅仅是在国内啊 开设赌场 甚至到澳门赌场去学习 到澳门赌场去赚钱 然后在香港洗钱 再到越南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赌场去赌 总之就是人把赌博这个事玩的 那就是炉火纯青 2010年2月份 文烈宏呢 还以公司的名义 从事高利贷的这个行当啊 成立了湖南宏大典当有限公司 可以说从这开始 以文烈宏为组织领导者 参与人数众多 以高利贷开设赌场 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为主业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了 文烈宏之所以气焰嚣张 是因为啊 他有他的一个朋友圈 很多官员都成为了他的保护伞 其中有一位叫周福波 周福波落马的时候 担任湖南省宗志办主任 是政厅级干部 那么周福波呢 是在落马前不久 刚从湖南省公安厅 常务副厅长的岗位上 转到宗志办主任的 周福波和这个文烈宏 是怎么联系到一块的呢 这周福波呀 祖籍是湖南齐东 原名不叫周福波 甚至不姓周 他叫江平原 当年呢 是一名高考移民 顶替了外省的一名考生的名额 这才改成了周福波参加了高考啊 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是深恶痛绝的现象 这是教育上的不公平 周福波呢 毕业之后啊 因为工作呢还比较突出 就担任了某位省领导的秘书 一路上是顺风顺水 先后担任过湖南邵阳县委书记 邵阳市副市长 市委常委 以及常务副市长 周福波担任邵阳市副市长的时候 有了一个不良嗜好干嘛呀 赌博 经常是周五从邵阳回长沙 直奔赌博场所 跟文烈宏他们呢 一直赌到周日晚上 这才回邵阳上班 也正是因为赌博 这才认识了文烈宏 他在牌桌上啊 经常一玩 就是两天两夜 最多的一回输了二百多万 一个公务员 你才有多少工资啊 你输这么多钱 你拿什么还呢 输了钱了 他就找文烈宏借高利贷 当上湖南省公安厅领导之后 文烈宏一看 这是大腿呀 我得抱他呀 这是大叔啊 我得靠他呀 就给他呢 免除了利息 但是巨额的本金 这周福波他也还不上啊 所以乖乖的就成为了 文烈宏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2015年 长沙市公安局准备调查文烈宏 涉嫌非法经营案 周福波没做任何了解 就打电话给市局领导 要求撤案处理 这和电视剧扫黑风暴里面的很多情节是一致的啊 可以说电视剧里面 那个大佬高明远 其中就有很多事例 其实是文烈宏身上来的 那么2015年那起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呢 现在先不说 稍后再说 这文烈宏的朋友圈里面 可不止周福波这么一个公安厅的领导 2017年3月23号 原长沙市委常委 长沙市宣传部长张湘涛 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而这一天呢 很讽刺 正好是长沙市委的廉政警示日 这位张湘涛呢 曾经啊 担任过望城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望城县委副书记兼任县长 以及望城县的县委书记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查到他的时候 他每年平均收受的礼包就上百万 他有1.6亿元的财产和23套房产 一个公务员 你这钱是哪来的 张湘涛呢 跟周福波一样都是文烈宏朋友圈里边的人 文烈宏啊 最早在望城县放高利贷的时候 就棒上了时任县委书记张湘涛 一个县委书记啊 不仅给文烈宏介绍客户 平时有点钱了 也都放在文烈宏那吃高利息 经过查证 张湘涛的非法资产之中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文烈宏他们放高利贷 非法获利的 电视剧扫黑风暴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说高明远那是什么呀 那是绿腾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 而文烈宏随着他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啊 他俨然也成为了地下组织部的部长了 周福波呀 一开始不是在邵阳任职吗 后来呢 也在不断的扩大巩固自己在长沙的朋友圈 那么作为曾经某省领导的秘书 也一直盘算着 怎么才能早日的调回长沙 一到周末 或者到长沙开会 周福波呢 都得跟长沙的这圈子里边的朋友聚会 聚会无非就两个主题 一个是想方设法的升官 一个就是豪赌 周福波的这个朋友圈表面上看啊 是张湘涛的圈子 但实际上呢 就是文烈宏的圈子 周福波跟张湘涛 俩人都是湖南齐东县人 周福波在邵阳工作的时候 多方谋求通过非法手段升迁 在北京跑官的时候 甚至还被几个江湖骗子骗了几百万 据说这笔巨款也是文烈宏给他的 周福波和张湘涛 想升官的时候 也都会找到文烈宏 借我点钱吧 我得运作运作呀 或者帮我找找关系吧 找找你的朋友们吧 各位领导找黑社会 让黑社会介绍关系 好让自己当成更大的领导 这多么的讽刺啊 除了张湘涛和周福波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是湖南省纪委员副书记李正科 这也是政厅级的干部 他呢 也是湖南齐东县人 他从2011年到2016年 担任湖南省纪委副书记 2016年11月 担任湖南省纪委政厅级的干部 李正科也是涉及到文烈宏案的 厅官之一呀 一个黑社会 在省里面市里面 就有这么多的领导 甘心的做他的保护伞 所以这文烈宏 气焰才那么的嚣张 那么的胡作非为 文烈宏 就是靠着他那些黑恶产业 靠着他手下的那支打手队伍 以血路开财路 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 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 朋友啊 也是越来越多 当时道上都说 文烈宏文三爷这人呢 讲义气 在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心目里边啊 就感觉很多的黑社会头目 哎 都是那种特别讲义气的人 他们真的讲义气吗 当然不是 2015年2月2号晚上7点左右 长沙某国际酒店 豪华的酒店大堂 挂起红灯路 干什么呀 马上要过年了 得喜庆喜庆 一个在长沙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老板 在跟朋友吃完饭之后啊 下电梯 走出酒店大堂 此时的他并没有发现 一个男的正拿着砍刀 悄悄的向他走了过来 短短过了几分钟 一阵嘈杂的砍杀声 就打破了现场的宁静了 地上啊 到处都是血迹 这个老板姓张 这张老板怎么也不会想到 派人砍他的要杀他的 正是自己多年的好哥们 好朋友 好兄弟 文烈红 那文烈红 为什么要下次毒手 不是朋友吗 事啊 得从案发前三个月说起 早在零几年的时候 文烈红和这张老板 就称兄道弟了 这张老板旗下呢 有很多产业 加点殷实 但是啊 也有个恶习 赌博 文烈红啊 就抓住他这个弱点啊 迅速的从朋友 就变成了牌友了 又从牌友 变成了项目合作伙伴了 从2010年到2015年 短短几年之间 甭管是赌博也好 还是房地产开发也好 这张老板呢 先后在文烈红手里啊 借了将近11个亿的高利贷 连本代息 还掉了19个多亿 照理说 带出去11个亿 还回来19个亿 可以了吧 你都挣了好几个亿了 但是按照文烈红的计算方式 不行 你还欠我4个多亿呢 文烈红啊 这时候也不顾什么兄弟义气了 只要你逾期 那么我这利息就是打着滚的往上翻 这叫高额伐息 并且只准还息 不准还本 要不我后边还怎么跟你要利息啊 有了张老板这个提款机 文烈红啊 就跟马皇似的 可就算是死盯住他了 说什么也不撒嘴了 2014年5月份 被逼无奈的张老板 只能向有关方面写信 控告了文烈红的违法犯罪行为 后来啊 在周福波等人的帮助之下 这文烈红呢 也没什么事 最终还跟张老板达成和解了 签订了新的债务协议 但是文烈红 咽不下这口恶气啊 他妈敢得罪我的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文烈红就盘算着 我一定得给这张老板点颜色看看 一天晚上正在长沙一个酒店 洗脚的文烈红 一个电话就叫来了 他的手底下奢某 兄弟 没事的话过来陪我洗脚 有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等这奢某来了之后 文烈红就说 姓张的既不还我的钱 还他妈回我 前段时间还写信 举报咱们是黑社会 真是他们又阴又坏 这么着 兄弟你呢 找个靠得住的 把他的手脚砍断了 只要不搞出人命来就行了 为了让奢某没有后顾之忧 文烈红当场就表示 拿出一百万的运作费用 事成之后 还会把自己项目上的土方工程 全部交给奢某负责 奢某一看 跟着我文三哥啊 有酒喝有肉吃 没问题啊 这事肯定给你办了 2014年年底的一天 这奢某呢 就打电话给文烈红 三哥 事办好了 文烈红啊 生性多疑 到底办没办好啊 我亲自看看去吧 第二天呢 就偷偷的查看了张老板的身体情况 我说兄弟 你怎么搞的 姓张的人没事 还在走路呢 你搞得好就搞 搞不好 把钱给我退回来 他去了之后 看见张老板安然无恙 气得呀 把这个奢某啊 是一顿痛骂 无奈之下 一个月之后 奢某呢 又指使手下的小弟 跟踪着张老板 并且把他砍伤了 这次砍伤 还是没让文烈红满意 因为这张老板 只是见了血了 受了伤了 可手跟脚 可没砍断啊 文烈红 可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主 这一次啊 没把张老板的胳膊和腿砍断了 他是不满意的 这是在他第三次要求之下 才出现了长沙酒店那一幕 在这次砍杀过程之中啊 凶手被现场的群众成功制服了 就在张老板 被砍伤住院期间 文烈红啊 还血不要脸的 以朋友的身份 去医院看望他呢 很显然 探望的目的 不是关心朋友的伤势 而是检查检查啊 自己的小兄弟们 砍到位没有 从医院出来之后 心狠手辣的文烈红 还是不满足 还想着找人补刀呢 让人去医院再砍一次 去医院砍一次啊 可见 他到底有多么的嚣张 多么的心狠手辣 为了这次砍人事件 文烈红也算是下了重本了 前前后后光是现金 就给了奢某780多万 这不是说他有多慷慨啊 其实他是要用这些钱 来封住奢某的口 让他千万别把自己 给抖了出来 文烈红这么穷凶极恶 就想要张老板的命 张老板也气不过去啊 这张老板在湖南当地 那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 是湖南某民营经济学院的 创始人和董事长 曾经还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所以呢 在这三次追杀之后 他呀 就把前后的经过 写了一篇帖子 就发到网络上了 随后这篇帖子 也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那么这也让有关部门 把目光放在了文烈红的身上 相关机关呢 也开始秘密的 对文烈红进行调查 文烈红涉黑案 也得到了湖南省委的高度关注 省委领导做的批示是 对危害群众的黑恶势力 绝不手软 坚决铲除 2017年2月底春节刚过 村民中间呢 就传出来了 说文烈红被警方给带走了 在这之后呢 这座院子啊 就文烈红那大宅院 大多数时候都是大门紧闭 时不时的还会出现一些警车和警察 那么到底是不是文烈红 真的被抓了呢 是的 2017年2月28号早上8点左右 刚从情妇家出来的文烈红 刚一到公司 就被守候多时的警察给抓住了 几乎就在同时 文烈红的主要马仔 舒某 奢某 公某等人 也被一亿网打尽 其实啊 早在多天之前 警方呢 就在文烈红旺城的老家 还有他情妇居住的小区 以及他公司办公楼 聚众赌博点等他经常出没的地方 布下了天罗地网 2017年4月8号 文烈红因为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批准逮捕 6月21号对文烈红 奢某 舒某 公某等人 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立案侦查 不过要说起来 这文烈红啊 还真是有能耐 抓住之后 这文烈红依然能够想方设法的逃出去 刚抓住文烈红的时候 文烈红见了警察 那是连连喊冤的 警察同志啊 我一个做正经生意的商人 我没犯过法 抓我干什么呀 你们肯定抓错人了呀 可是办案人员呢 已经掌握了铁证 无动于衷 文烈红后来啊 也就接下来虚伪面具了 还撂下狠话了 我告诉你们 不出三天 你们就会客客气气的 把我请出去 左等右等 文烈红总算是等足了三天啊 晒足一百八十天 他这是等足三天 可还没等来捞人的好消息 此时的他呀 还是对自己能够顺利出去充满信心的 原来呢 在被抓之前 他的一个军师给他支了一个招 三哥 听说公安机关的办案期限只有七天 最长也只能延长至三十七天 只要你在看守所 扛过这个期限 公安机关就只能放人了 所以啊 先等三天 后等七天 最后等了三十七天 三十七天一过去 文烈红一看 怎么还不放我呀 开始心虚了 害怕了 此时此刻蹲在看守所的文烈红 他不会知道 自己没等来救人的喜讯 反倒身边黑白两道的那些兄弟们 已经陆陆续续的 被公安部门 纪检部门抓获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文烈红啊 开始从硬对抗啊 转向用金钱开路争取越狱 于是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多年以来屡试不爽的一个绝招 砸钱 文烈红呢 在监狱里边啊 一次次的试探看守人员 警官 中午给我带个肉包子吃行吗 今后我出去了 一个包子我给你十万块 哎呦 老哥 求您借手机给我打个电话 二百万的感谢费 绝对一分不差 他其实呢 不是真想吃包子 也不是真想打电话 就是试探看守人员 看他们贪 还是不贪 对于每个看守人员在看守期间的态度表现 以及看守人员之间在交流过程之中透露出来的家庭生活琐事 文烈红都看在眼里边记在心里边 文烈红这拙劣的表演呢 一度成为了民警和看守人员的笑话了 但是有一个协警姓刘 他在看守文烈红的时候 表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神色 这让文烈红可抓住机会了 这刘某呢 有个独生女儿在长沙工作 要说起来啊 他家里边生活是挺苦的 因为他妻子得了癌症了 为了帮助妻子治病 几乎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了 日子过得紧张 刘某不经意间就释放出了这个消息 文烈红啊就开始琢磨起自己的计划了 他缺钱花 这是我最大的机会 能用钱办成的事啊 那都不叫事 于是呢 他就想策反刘某 帮自己逃出去 这一回啊 文烈红就抓住了和刘某独处的机会 刘哥 你只要把手铐钥匙给我 在我逃跑的时候 假装睡觉就行了 逃出去之后 我第一时间给你打两千万过来 让你女儿在长沙也能过上好日子 他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引诱刘某 而这刘某呢 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在文烈红的金钱猛攻之下 最终是失手了 外边一共几道门 防护网牢固不牢固 看守的监控区设在哪 等等这些关键问题 刘某就都告诉文烈红了 文烈红啊 对看守所的内部情况 那是了如指掌 2017年7月24号凌晨 正好赶上刘某和另外一个看守人员职班 六点左右 看见这个看守人员已经睡熟了 文烈红在刘某的配合之下 偷偷的潜入了五号房间 用脚啊 登开房间里的隔离防护网 掰开口子 从里面钻了出去 并且迅速通过了看守监控区 逃出了看守所 接到文烈红脱逃的消息之后 专案组是极其震惊啊 立刻把这个情况 向常德市公安局 以及湖南省公安厅报告 湖南省公安厅 又第一时间上报国家公安部 抓捕文烈红指挥部迅速成立了 一场遍布全国的抓捕网络 也迅速展开 经过多警种联动 7月26号清晨 抓捕组的民警 在冷水江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出租房里 将正在睡觉的文烈红一举抓获 仅仅不到50个小时 自明得意的文烈红 又到了专案组的手里 这一次啊 文烈红再也不嚣张跋扈了 他心里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了 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文烈红犯下的恶行 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说的他那庞大的保护伞 周福波他们也只是其中的代表 周福波 一个堂堂的省公安厅的二把手 常务副厅长 每回赌博的时候啊 哪怕稍微来晚几分钟啊 这文烈红那就得发脾气 等他去了之后都得骂骂咧咧 甚至有一回当着大伙的面 端起一杯茶水就泼在了周福波的脸上 他敢对省公安厅的二把手如此 那么我们也不难想象 他对普通的老百姓 他对其他的那些仇人又会如何 除了周福波他们之外 后来经过查明 这文烈红向时任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单大勇行贿2160万 港币220万 美金2万 以及伯爵手表一块 同时还向时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政治部主任陈永超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二厅亭长胡东华 长沙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谭学军 长沙市公安局 经济犯罪侦察支队 情报大队副大队长李华等人 多次的实施了行贿 2018年1月份 湖南省在第11届纪委 第三次全会上 播放了一部湖南省纪委 刚刚拍摄制作完成的 反腐警示教育片《忠诚与背叛》 其中用了很大篇幅 说的都是和文烈宏案相关的这些官员们 2018年9月20号 湖南省长德市人民检察院公布 被告人文烈宏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案 由长德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0月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了 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的典型案例 其中就包括文烈宏案 包括文烈宏的保护伞周福波 2019年1月15号 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文烈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 被告人文烈宏 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诈骗罪 行贿罪 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 强迫交易罪 开设赌场罪 聚众斗殴罪 非法拘禁罪 赌博罪 脱逃罪 故意伤害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妨害作证罪等15项罪名 数罪并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受惠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以及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审获刑19年 单大勇因受惠罪 和包庇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审获刑17年 案子我们讲完了 再说回 最近两天 我看电视剧的时候 其实周围的很多朋友 也都有一个疑问 说电视剧里边 演得太夸张了 那高明远 不就一个老板吗 一个黑社会的头头吗 又是区长 又是公安局长 怎么都那么怕他呀 各位听完文烈红案 大家感受到了吧 影视剧并不荒诞 现实世界 往往就是如此荒诞 一个黑社会的头目 敢跟省公安厅的二把手 当众的泼茶水 还有什么 是他不敢的呀 一个被国家公安部都盯住的 非常重视的一个重点犯罪人员 竟然依靠钱 就能够从看守所里面 越狱而出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荒诞呢 当然 我们也拭目以待 不知道电视剧里面 会不会有类似的情节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才会